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建脑房频道的朋友们 这个时间我们要教各位 Pranayama的第一个 Omkala Pranayama Omkala Pranayama简称Omka 同时它不只是Pranayama Pranayama是生命能量控制法 是生命能量的纪律 透过呼吸来控制生命能量 而Omkala不仅仅是Pranayama 它也是咒语 同时还是咒语之王 在《瑜伽经》里面说 在《三摩地品》说 持诵Om 把Om当成咒语来持咒 同时知道Om代表的意义 Om代表的就是 如来、神、犯、佛性、空性 知道这个意义 同时沉思这个意义 把Om当成咒语、持咒 也会体验到三摩地 体验到波勒三摩地 这个我们在讲瑜伽经的时候 会再详述 今天就要教各位 这个神圣的Pranayama 首先身体坐正 身体坐正、腰挺直 两个手骨稍微打开 手背可以放在大腿上 掌心朝向天花板 或者结姿势手印 在这里保持完全呼吸法 根锁可以轻轻收紧 除了生理期以及14岁以下的儿童 不要锁锁印之外 其他的可以锁锁印 锁了根锁印 会让Om卡的练习效率提高 用完全呼吸法 吸气吸到底层 在由底层吐气的同时 发出Om的声音 现在身体坐正 准备好就开始练习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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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卡练习的时间应该多长呢? 最好初学者从5分钟开始 如果练习的时间不到5分钟 那么Om卡带来的利益会很小 练习5分钟以上 甚至可以15分钟 30分钟都可以 但只要练习5分钟以上 Om卡的好处就能感知到 Om卡带来哪一些好处? 首先肺部效率会提高 因为我们正常的情况 每分钟呼吸15次 但是练习Om卡的时候 每分钟呼吸不到4次 每一次呼吸的时间超过15秒 这个时间就会让肺部的效率提高 交换氧气的功率提升 身体的带氧量也会增加 同时身体带氧量增加 我们身体所有的器官的运作 就会更有效率 除此之外 练习Om的时候 太阳神经重轮 喉轮 第三眼轮 都会跟着这个频率一起震动 会调整我们的能量中心 让我们能量中心回到平衡 还有 在练习Om卡的时候 除了肺部量提高 身体的带氧量增加 头脑会变清晰 精神会变好 所以除了晚上 这个除了有睡眠 失眠习惯的人 晚上不要练习Om卡 睡前不要练习Om卡 可以练习风鸣式呼吸法 关于风鸣式呼吸法 我们下次再介绍 祝福各位 把Om卡每天起床的时候 梳洗完毕 找一个空气流通的地方 就开始练习五分钟以上 这样子你的生命能量 生命的活力就会增加 这个增加的能量 足够让你用一整天 感谢各位 感谢各位